歡迎收看 庶民大頭家 我是方彥迪 快篩羊就算確診 今天上路 醫師視訊還要幫你查核 看看你的快篩事蹟 是真是假 看病還要再監究查對 而抗病毒的藥物大缺貨 申請流程一直卡關 難道台灣沒有錢買嗎 那別了幾千億的預算 去哪了呢 脫衣篩今天進口 搶投箱的又是原班人馬 高端副董到底是誰獨厚他 福佑達唾一快篩 真的是很高貴 沒想到陳時中說 不合理 別買 這白花文是說 難道不爽不要買嗎 我們今天一會來討論 為您歡迎立委 林一華 大家好 防禦學會理事長王任賢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好 還有東華大學教授施振鋒 大家好 好 來關心 今天的本土確診已經破 6萬5千例了 65385 他們在新北是2.3萬 是最嚴峻的 還有台北 桃園 也都超過了1萬大關 另外要值得注意的是 死亡創下新高有17例死亡 其中家中昏迷 病逝在家裡的還有3人 至於中重症有79例 在重症當中還有一位 是大約只有幼兒園的年紀 沒有慢性病史 同時今天是快篩羊等確診的 視訊看診上路的第一天 狀況很多 快篩羊門診的上路第一天 早上我們有到醫院去看 但是光是一個病人 至少就要花20到30分鐘來看診 那有一些醫院 一個整一天只有開放10來個名額 但是這個3類的族群 加起來有32萬人 那要如何解決這個民眾 掛不到號的問題 甚至會擠壓到這個確診者的 居家照護的問題 現在的視訊這個平台 現在的時間當然會比較慢 初上路大家的經驗都比較不足 你不管在問診上面 在回答上面 那當然稍微慢一點 那慢慢熟了以後就會越來越快